各位朋友,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5月3号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,我是姜天。 面对多方国际压力,中国财政部长谢续仁星期天表示,中国不会驱从压力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。 值得人们探讨的是,美国是否改变了对中国施压的方式,如果有台积可下,中国是否会让人民币升值? 中国经济可以忍受的升值幅度又有多大? 今天,我们邀请美国企业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员菲利普·莱维先生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大家探讨这些问题。 莱维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,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。 在节目进行当中,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,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。 电话号码是10810,然后拨8668375161。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,您可能需要先拨108710,然后再拨8668375161。 除了电话之外,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。 美国之音的电子邮箱是us新闻atgmail.com。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可观 发表 发表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知识大家谈 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讨论。 蓝威先生,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。 谢谢,你好。 谢谢。 好,在人民币的汇率的问题上,中国最近面临着很大的压力,一再表示不会在压力面前去扶持,让人民币升值。 就是在昨天,也就是星期天,中国财政部长些许人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亚洲银行年会的时候, 还表示,又表示不会在压力面前去从,就是让人民币升值。那么这样相视不下的这种局面,你认为能够,还能够持续多久啊? 我不相信这个压力是导致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原因。其实有别的一些这个真正的经济的这个原因,这个人民币应该升值的。 但是你的确说的对,现在呢,成了一个非常寄所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问题了。 比如说,好像在G20大会的这个峰会的这个时候呢,曾经呢,就提到要重新再平衡世界经济,那么其中一个呢,就是涉及到中国。 那么所以呢,这个经济和政治之间呢,你要进行这个驾驭呢,还是很困难,尤其在未来的几个月。 如果中国继续拒绝人民币升值的话,那么在这个近一两个月内啊,美国国会和政府呢,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? 其实呢,有好几个这个措施呢,已经在这个商讨之中呢,有一些这个很可能国会会采取的。 如果啊,这个人民币不升值的话,那么其中呢,包括啊,对于这个外国的补贴呀,也就是反补贴的这些个这个措施呢,可能会出台,可能会调整。 那么也就是说呢,这个呢,用反补贴的办法来对付这个汇率的问题。 当然呢,并不是说呢,是明显的针对中国,但是呢,是这个暗藏的来对付中国。 那么还有呢,大家可能都知道呢,就是这个指称中国是这个货币的这个操纵国。 那么这个呢,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呢,可以呢,单方面啊,这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。 可是,如果是这样做的话,中国呢,会采取一些报复措施,这个反制措施,这样的话不就是这个,使这个贸易分摩擦会进一步升级吗? 对,会的。 那这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局面,我希望呢,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么样的情况。 我知道呢,现在呢,这个奥巴马政府呢,处理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好的,也就是说呢,有足够的耐心。 也就是说呢,没有像这个中国呢,施加过大的这个压力。 那么由于出于面子的问题,中国呢,被迫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。 你说的太对了,的确啊,这样做的话呢,会引起贸易战。 而很多在这个美国的批评中国的这个人,由于这么一个这个贸易的失衡, 其实啊,这个贸易战反而呢,会使得贸易再平衡。 嗯,当然呢,这个,而且呢,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影响呢,是可以说是不对称的。 但是这样,我觉得这么说是不对的,因为对大家来说,贸易战都不是好事。 那么以前,近几年来啊,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啊, 对中国施加压力啊,用硬性的办法来使中国呢,这个走上某条道路啊, 看来好像是这个难度很大,是并不是太可行的。 啊,所以我们从这种情况看来呢,在汇率的问题上, 美国有没有什么变同的办法,就是这个给中国一个台阶下, 让中国呢,自己去提高汇率啊。 啊,因为我们看这个强硬性的办法并没有奏效。 前几个月,美国说,哎,马上要列出一个单子,就是货币汇率操纵国, 那时候如果可能,有可能把中国列在其中。 后来呢,过了一段时间,就是上个月啊, 呃,美国又宣布要推迟这个,呃,列出这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个名单。 实际上呢,是在给中国一个缓冲的机会啊。 所以说,这个压力是不是要降低一下,减少这个压力, 才能使中国有台阶下来这个提高汇率啊。 是一直保持很大压力, 所以,恐怕中国是不会让,不会让人民币升值的吧。 I think that's an excellent point. 那你这一点提的非常,